《星辰之歌》 所谓红色的眼睛 指的就是在这个银河岸边光辉耀眼的一等星 天蝎座的阿尔法星 从中途搭上银河铁道的女孩 向乔邦尼她们述说这个天蝎之火的故事 那是什么火光啊 燃烧什么东西才能发出那种通红的火光啊 乔邦尼好奇地问着 是天蝎之火 卡巴尼鲁拉对照着地图认真地回答着问题 如果是天蝎之火的话我知道 天蝎之火是怎么回事啊 乔邦尼问着 是天蝎燃烧的火焰 传说那团火一直燃烧到现在 我听我爸爸说过了好几遍 你讲的蝎子是虫吧 嗯 蝎子是虫 不过它是好虫哦 蝎子才不是好虫了 我在博物馆看过泡在酒精里面的蝎子 尾巴上有这样的钩子哦 老师说被它遮到的话就会死掉 是啊 但是它是好虫 我爸爸是这么跟我说的 在古时候的巴鲁朵拉的原野上 有一只蝎子 以捕食小虫之类的东西赖以为生 有一天 蝎子遇到了幼鼠 差点就被吃掉了 蝎子不顾一切拼命地逃啊逃 眼看就快要被幼鼠抓住的时候 突然前面出现了一口井 蝎子不小心掉了下去 不管蝎子怎么爬就是爬不上来 眼看就快要被淹死了 这时蝎子开始祈祷 到现在为止 我不晓得夺走了多少生命 而如今 就在我差点被幼鼠抓到的时候 是那么拼命地逃跑 但最后 还是落到如此的下场 没有什么指望了 为什么我不把自己的身躯奉献给幼鼠呢 这么一来 幼鼠不就可以多活一天了吗 神啊 请你体谅我的心意 不要白白地舍弃这条生命 无论如何 这一次为了大家真正的幸福 请使用我的身躯吧 蝎子轻轻地祈祷着 不知何时 蝎子看到了自己的身躯 变成了通红美丽的火焰在燃烧 照亮了夜晚的黑暗 爸爸说 那团火焰到现在还继续地燃烧着 是真的哦 眼前那团火 就是燃烧蝎子的火 没有什么 Bes isso 火焰到 Klein 我没记住 藏在那个小时 我这天啊 没有aver 一天啊 我还 cold 有点 我远 有点 我 有点 离开天蝎之火的银河铁道 沿着银河 往更南的方向行驶下去 这个故事的舞台 从此进入了地平线的另外一端 在日本无法看到的南半球星空 中文字幕——YK